同樣是校航方面的消息要在關心的是 不斷推動到國際教育交流的五門科技大學 在今年二月份特別來開設到國外學生專頁 並教授到36位來自印度的學生 未來中加強學基海産業界的合作 校航特別基盤修改的國際文化學活動 讓校航的親手教練發揮同樣的努力 來自印度的學生財部隊最大挑印度的舞蹈 是帶五門科技大學修改的國際文化責插進去分 校航表示會基盤國際文化責 也是五門部長41位來自國外學生 特別是離過分境開設外國學生專頁 也教授到36名印度學生 剛才學校教育國際法基關 也提升到五門和基海産業界的合作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 主要是一個印度專頁的正式的一個開班的年齡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有一個觀光餐飲學院 這個這些系我們只有在一起 辦一個國際的文化劑 我想最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未來學校還是要國際化 這次的國際文化責插動是由 國際交流中心含觀共產入學院 在京東來基盤 對它正式歡迎印度 新東俄加利高峰大家庭 也希望酒油交流華東 提供蘇生涵涉庫民眾 京東進行一場 看國際和文化的交流體驗 在華東對上午10點7.99的 補三點有印度舞蹈 日本傳統舞蹈 創意驚笑 調酒表演 我們主持人目的相撲大賽 訂定是由國風的好風 就請求一段 國際的家人發揮的一樣 這節目可要讓民眾養 蔡鳳報道 已經出索了 期待 過去比較